我不是 我買了 我買了 我的遊戲 你也看見了沒 訂閱了沒 訂閱了沒 好 那我回家囉 好 大家歡迎收看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不是剛來過而已嗎 他不是改裡面的那個 我有看他們那個粉絲專頁有說 好像改一幹一集 我昨天去約會被釘得滿角落包 腳在一起幫我抓一下 好 繼續 然後收費不變 那我們今天剛好抽到他們這個 95歲的開放獎 然後昨天小田來陪我們 他現在下班了 他又來陪我們 你有睡覺嗎 你睡覺嗎 我們不要死 真的是很感謝他 就是一通電話就直接說 很好不說就來 好 那我們現在 他這邊改一幹一集 對啊 那他不是 我們看他不是十點開了嗎 對啊 他最近半天 最近半天半天 就算了去蓋住 那我們現在進去裡面還有 剛剛我來之後 我來之後 我來之後 之後我跟其他人來一下 然後我去後面來 又來五六台這樣 對 好 好 那我們趕快進去吧 好 那我們趕快進去吧 因為我們一樣坐老位子 立方一樣 立方一樣 立方一樣的位子 好 好 我大概是那個 立方背正確的 對 更多 好像 我在後面 就 前方我去到外地 釣尋了 所以我就釣尋了 然後之後或 tended 你跟我阿波就會 然後小姐跟我洋蔭一樣的 然後 出到外地之後 就開始 會阿波之後 就開始有時候會 釣一下阿波這樣 我通常我都是到那種不熟悉的場 一定是掉我最熟悉的東西 我相信大家也投資不一樣 不可能到一個很少位的人 因為有人到一個你完全沒去過的場 在那邊試圖標的嘛 那我們今天做一樣的位置 等一下你有講的嗎 裝備就是鬼才看 我的屋次的限制 2.5分的倒車票 阿伯七七天秤 就是這麼天秤 兩個水針 排單做料 然後 然後盤的盤的盤子 然後盤的盤子 盤的盤子 盤的盤子 哇 五指線可能剛好 那你槍槍要拿掉 一敗要拿掉 我上次槍槍有拿掉嗎 忘了 你上次叫長滿勾耶 我看得到蝦子油在上面 你有看到嗎 沒有 這裡這裡這裡 這裡一隻阿 有沒有有沒有 這只是油在上面的蝦子耶 這裡在這裡 你看到了嗎 嗯 扯耶 我怕是沒有吃的蝦子 你稍微訊號出來稍微先崩一下 還好他剛放的蝦子 還算會癢 大家有這邊他的池子是清水池 就是基本上你進來啊 看他的池子你就看得到 他的蝦子大概分布在哪裡 為什麼其實他們會覺得沒有差 我覺得可能是跟這個 他的水深有關係 他水這邊應該有個大概 快四尺的水深 快四尺的水深 所以他這麼深 這樣我們從上面看下去 其實水會有一個光線 整個色 是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所以他才覺得說 但沒有 不用打圖櫃 或是打什麼攝氏都沒關係 就這樣 就用這樣清水池 我剛才突然發現 我坐這個位置啊 因為他這邊有什麼 類似濾水器的東西 一直在喚醒 所以我這邊 前面這個區域有沒有 都會有一些泡泡 看你都正吃了 都正吃了 小天爺騎一下 喂喂喂 我還以為雙垢 這次比較大一點 然後我們今天 上次我們坐這個位置 我們是下午來的 然後這邊早上來 坐門口這邊還蠻涼的 不用電風扇 外面門口就會有那種 風吹進來還蠻舒服的 下去跟你朋友打一下招呼 我可以 好不行 空空啦 去都一直來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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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小時時間到了 然後後面太陽出來了 坐這邊其實還蠻熱的 是多熱 你有沒有流汗 我有 我大概擦而已好不好 熱死了 流湯了 一開始是真的還蠻咬的 但是因為前面跟大家講 他這邊開到蝦底 我們剛來的時候 然後其實蝦底就薄薄的 跟鋼本一樣薄 這可以嗎 好啦 等一下我們在 剛才大家有看 我們在釣的時候 都有看到小臉他瘋狂搭 因為我看到他下面那邊 有一個出水口 有時候我們釣一下 就是要找這個 進水口跟出水口座 像其實我們對面那個腳 應該也是不錯 只是因為白天啊 坐那邊會反光 只是我們上次來的時候 就知道的事情 白天坐對面那邊都會反光 晚上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影響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請小天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在這邊釣了那麼多長 釣了那麼長的時間 這邊大概的就是 位置要做什麼 然後準備裝備 可能我釣兩次 我今天來第二次 而且上次一釣長短 我這次釣長短 可能不太準 我們來請他來跟大家講一下 他釣那麼久 如果大家沒有來過 如果來真的 有機會來這邊朝聖的話 可以用什麼樣的裝備 我整理一下裝備 那邊請 OK 我們釣完了 小天今天釣多少 釣兩小時三斤十四 是人嗎 你幹嘛 我釣兩斤而已啊 是人嗎 你看 我是宣天生 他是鬼才 好啦 那 小天你今天這樣釣下來 其實我 其實我有發現剛才幾個就是 這個場地 可能大家來的時候要注意的事項 那你再幫我補充一下 你覺得 如果我們觀眾們 沒有來過這邊 因為這間他這個名字其實是 我覺得是會吸引蠻多人想要來的 那 就是可能 比較少來這邊拍影片 或是來跟大家 講說這邊的這個狀況 這個調況怎麼變 那你可以幫我跟觀眾們講一下 這邊 建議是用五尺到五尺半的線 所以比較剛好 竿子的話 五六七 或四五六七 這兩種 然後如果你要做的話 我會選擇做 背對門口 因為背對門口台面比較高 邊那麼矮比較好做 對面那邊會比較矮 對 邊比較矮 這邊比較高 你看那個椅子高度就知道了 就不一樣 然後 也會比較舒服 也比較不會反光 兩尺都一樣嗎 兩尺沒有 公家就正常 綜合就是那邊比較矮 這邊比較高 喔喔喔 所以坐這邊 對 背對門口會比較舒服 然後 位置的話盡量是選擇 坐中間或是前半段 都還不錯 不對啊 你剛才不是跟我說 最近變啦 好會變的 最近 上次坐那邊沒那麼好 可能天氣的因素 最近是不是往前 因為我這邊看喔 我看它的 進水口都是在前面 對 它出水口就是剛才小田坐的這個位置 小田這個位置 因為它是出水口嘛 所以進水口跟出水口 都是蝦子最愛聚集的地方 因為是新鮮的 新的水 氧氣比較足夠 所以 這是蝦子的一個特點 一個特性 對 所以 就是 希望 我們今天來這邊 然後 有幫助到 就是還沒有來過的朋友 對你們有幫助 可以來 來 增加這個 這家廠你們來的時候 欸 才不會說 可能原本你們的吊主來 然後 可能因為你們的吊主 沒有準備好 可能線太短 或是線太長 然後乾淨沒有準備好 什麼之類的 然後會影響到你們 在這邊第一次來 有釣況 好不好 那希望我們這邊 我剛剛看你都是用蝦米 對啊 都幾乎八成都正式 一丟下去就養 所以基本上你來的話 也不用帶額啦 櫃台就有蝦米了 好不好 那如果不想用櫃台蝦米 櫃台應該也有賣蝦米 有賣蝦米 也有賣魚場 對對對 都有 阿斯海買了兩把 要把我蝦子帶回去吃 好 那 就這樣很感謝小田今天 白忙之中抽中 下班直接趕快跟我一起釣蝦 我們後面呢 還會再拍更多這個 釣包開門場影片 那如果你們想去 哪裡來開門場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有什麼建議跟想法 也可以留言跟我講 我都要一一回覆你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影片 記得影片幫我按個喜歡 打開小鈴鐺 才會收到我影片上面的龍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很可以喔 很可以喔 好啦 好啦 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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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們這裡是苗栗嗎 對 這是往北還是往南 南 往南就隨便的 然後直接講 昨天去過的 小鈴鐺 太扯了啦 是有什麼事嗎 這間開門場 早上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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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OK 阿聖頭痛了阿聖 阿聖頭太痛了 頭整個痛起來 阿聖頭太痛請 我最О offen 李錡早org 有頭多快 回到六 heater